您现在收看的是三立财经台 欢迎收看超级大赢家 我是李心瑜 上个星期我欧美股市 全面都是下跌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大家都开始担心恐怖攻击事件 因此影响到了欧美股市 那影响到了今天台北股市开低之后 是震荡走低 虽然说在盘中一度有拉抬的力道 但最后还是失手了9200点 整数关卡 收在了9178下跌了37点 好 头阵都在思考 就是未来的这一个星期 到底国际盘会如何影响台北股市呢 我们就请专家告诉我们 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 是万通国际的资源分析师丁超 丁超老师你好 阿新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好 这个恐怖攻击 到底影响到上周五的欧美股市啦 除了恐怖攻击之外 到底还有什么也会影响到台湾呢 恐怖攻击喔 当然会影响 因为美国股市上个礼拜 有稍微有一点回撤嘛 那台北股市今天算是表现算不错 按照我个人看法来讲 算是在预期当中 那当然接下来开始啊 从美国的这个美国的旅月 就开始会超级财报 对 超级财报开始 他都第一家公布 开始会往后陆续的公布 接下来就是这个礼拜会 就是Intel 那接下来苹果大概是在二十几号 我如果查出来应该是二十六号左右 那台湾也是台湾 台湾的上市柜公司 这个礼拜最大事情应该是礼拜四嘛 就是礼拜四大立光跟台积电 这个法售会 那通常都是在第一季啊 那通常这两家公司啊 或者是很多的上市柜公司 大的股票比较大型的 大型的全职股 他们都会在前一季的 前一季结束之后的后面那一个月 开始办法售会 一年会办了四次 然后呢法售会之后 当然会顺势 当天就会公布的 上一季的季报 还有就是对于未来 这一季 例如说未来这个一二三月第一季 的一个展望度 还有这个未来的预测 那当然台积电还没有 还没有法售之前就开始 就开始掉下来 就开始有外资来 来调降台积电 这个这个股票价格的平等 或者是什么 那是个人看法 我个人认为 以台积电的一个法售会来讲 这一定是超标的 因为台积电他的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本来公司自己预估是两千一百七十一到两千两百亿 他超标嘛 超过两千两百亿就是超标嘛 以台积电目前的毛利跟营业利益来看的话 台积电应该会超过十块钱EPS 就是去年2014年那今年来讲的话 当然第一季一定是淡季 每一年的第一季对台积电都是淡季 所以一定是营收一定退吧 那退到底要退多少 未来毛利会多少 那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未来法人所关系的东西嘛 因为法人做股票是做未来 他不是做过去嘛 因为过去台积电可以赚十块 大家都知道啊 你没什么好虚眼而已 所以大力光电也是一样喔 大力光电最近不是都没有涨吗 那一样啊 如果你用以前的模式认为说大力光电前三季 去年前三季赚了获利是八十九块五毛一 然后第四季会到四十块 那我早就知道了啊 你也知道啊 我不是跟你讲过好多次吗 十三个股本啊 大力光电一定会超过十三个股本啊 每一个人都知道啊 那要什么利多 那不是利多嘛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就没效了啦 对于大力光电就是 他到时候法说会的时候 他要谈什么 林伦平要讲什么 对于未来 第一季 大力光电第一季也是淡季喔 这镜头 手机镜头第一季也是淡季喔 因为去年第四季已经大量出货 苹果的iPhone i6 Plus都已经大量出货了 所以第一季会进入了淡季 那他怎么讲 对于今年怎么讲 这是重点 好 那当然法售会还没有开始之前 大家就会 有一些股票涨多会获利回土嘛 那每一个人的看法不同嘛 但是我讲的是个别股公司嘛 那同时呢 当然就是从这个礼拜开始 你要特别注意到法收会 还有未来的营收以后的一个报告 所以我们到二月十三号荣利封关以前 我们所关心的事情要切入的股票 其实也就是这种股票 未来法收会或者未来的业绩成长率 或者是现在目前是财报的空窗期 连报应该说连报的空窗期 刚刚讲的是季报 连报是四月份才会公布 那未来这些公司 什么股票 在最近的整理阶段里面 你应该要切入 然后呢 最容易涨上来 或者是短时间来讲爆发力比较强的股票 这是你的观察重点 那当然大家担心的是 股票那个大盘嘛 我觉得大盘大家都很关心 可是丁超也常跟各位讲 其实你关心这个没有用 虽然我讲大盘很准 可是对你没有帮助 我认为这个根本没有用 可是你喜欢听我就讲 为什么 因为月线的日扣底 今天我上个礼拜跟各位讲 月线的日扣底 从今天开始礼拜一开始 到礼拜五 他扣底值是从九零二七点 往下扣到明天八九八五点 扣到礼拜四是八五一二点 扣到礼拜五是八千八百 这个这个八千六百多点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一个礼拜 他是助长 短线来讲 短线来讲 你打下去就是买 打下去就是买 因为这个会过高点的 以月线日扣底来看的话 这个礼拜 力量非常的强大 我在十二月就讲过了 我不可能忘记 我之前讲过的话 你也不要忘记 我跟各位讲 那如果说以季线的周扣底来讲 那不得了 季线的周扣底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恐怕会暴涨 我是说技术分析 我跟各位讲 我讲的都是一个技术分析的预测 就是要大然假设 如果以季线的周扣底 这个礼拜扣底八五一二点 恐怕这礼拜会暴涨 老师要恐怕暴涨今天下跌 我刚刚讲的是恐怕这个礼拜 我不是说恐怕礼拜一会暴涨 你要听到清晨 我说恐怕这个礼拜 你这个礼拜是到礼拜五才叫这个礼拜 不是今天 所以恐怕这个礼拜会暴涨 那因此这个礼拜做法是怎么做 这个礼拜做法就是 买股票 你要砍 看你要就是要买股票 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这买股票到底要买什么股票 买群创 老师买友达 是不是 可以啦 你如果喜欢追的话当然可以嘛 因为 像有些股票已经涨很多高风险 正关于过大 那你要不要买 那看你的本事嘛 你要你要设停损停利就可以了嘛 那我们不会建议说 我们不是说这个股票不好 不会说因为外资来调高 友达的平等目标价到二十二块 我们就讲他不好 我们不会 嘴巴没那么见 我们不会这样讲 我们说祝福他 因为他 有买到的算赚到 没买到的看看就好 因为到到目前来讲 我说到目前的价格来讲 或者是 哎老师我们买 油价石油价格不是一直掉吗 掉到现在四十六四十七 每一桶油 对不对 掉到剩下这么多 那我们应该是要买 长龙航空长龙阳明 一样我的讲法是一样 祝福他 我们看到这些股票在涨 就祝福他 那反而你要反向思考 为什么台售会涨 照理讲石油价格跌对台售蓝牙台化台售化 他是很倒霉的啊 他们照他们讲他们是坐上游的他一定会倒霉啊 尤其是台售化啊 应该要要要一直摔才对啊 石油价格一直跌 他应该一直摔才对啊 那怎么突然间 所以已经台售今天也涨起来 为什么 台售不是今天才涨 利空已经出尽了嘛 因为石油价格他不会跌到零嘛 大家都知道这已经反应过了 既然已经反应过了利空 的股票当然会涨嘛 那反应过了利多的股票 当然就要整理了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所以说 如果按照我个人看法 我认为做股票是这样的 我说做股票 不要做太多当 因为我们在带 带我们的会员做 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的 我跟你讲 你看我解盘了 我不会说今天涨什么股票 就涨什么股票 涨什么股票就涨什么股票 其实 如果做节目要这样做的话 就不是我当一个分析师的责任 你知道吗 我今天涨这个股票 涨这个 比如说今天涨了文帽 文帽其实不是今天才涨了 文帽已经涨了好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或者是今天涨了 华星光或者是光环 光环不是整理很久了吗 今天三二三四光环 做光牵股票又涨起来嘛 如果涨起来我就讲它 涨起来我就讲它 那其实对各位没有帮助 因为你每天会很忙 因为每天都会有涨停板的股票 每一天都一定会有 就算大盘期间跌三百点 还是会有股票涨停板 因为总共股票有一千五百档 有这么多 所以我们在做股票 你看我的解盘 我都是一贯性 因为我知道这种股票 我有把握 它在走一个阶段里面 它一定会进度休息 整理 那整理的时候 如果你有这个股票 你应该要持有 甚至是加码 如果你是空手 你应该是找机会切入 因为它的目标点还没有到 目标点还没有到的情况之下 就是要这样做 而不是每一天都换来换去换来换去 你不能说今天陈宏没有涨 那我就把陈宏弄掉 去买宏达店 那明天宏达店不会涨 我就把宏达店卖掉 去买陈宏 这样子不是搞到自己神经错乱吗 对不对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讲陈宏 我等一下会讲陈宏 3673的陈宏 我就是看好 为什么一直讲连发科 我就是看好 那为什么我在上个礼拜 我带过来带进的另外一档股票叫金豪科 3006 对不对 就是看好 那为什么讲连发科的供应链 连发科的供应链里面当然很多嘛 但是我讲连发科供应链最明显的三档股票 第一档股票就是原项 3227的原项 对不对 另外一档股票就是2449的 这这这封册的 这个金元店 另外一档就是搭配联发科 4G网卡 4G LTE出货在中国 就是3006的做MCP多晶片记忆体模组 我等一下介绍的金豪科 我会不会说今天没涨就不就不讲 不可能吧 所以这做股票为什么会赚钱 我讲一个讲陈宏就好 我说这档股票 他就是转机 他跟宏达电一样 我讲陈宏之前我先带一下宏达电 今天宏达电跑到150块以上 很多人觉得眼睛一亮说 宏达电怎么可能找150块 他那么烂 他才赚1块8毛钱 他去年EPS才 也不过才1块8毛钱 1块8毛钱的股票赚的钱 其实获利EPS1.8元 这比友达还少 友达还超过两块钱 去年 那1.8那友达不到20块 宏达电150块 空他 他的价值只有20块才对啊 你把宏达电当成这样的公司在平等 在在在股票价格的评比 你是用这样的EPS在平等的 那你表示你对股票的观念都不同 不能用这样评比 不可以用这样的来看EPS多少钱 然后贴上去算出来 他的股票价格就应该多少钱 没什么事情 不是这样算的 股票价格的一个 一个预估方法很多种 但宏达电他赚了1块8毛钱 他很厉害呢 你知道吗 对我来讲他就是很厉害 为什么厉害 因为他都他都不会赚钱 宏达电很难得能够赚钱 他以前是了解脱口 你了解吗 他原本公司对于去年的EPS 预估只有1.31到1.7 竟然可以达到1.8多的一毛钱出来 铜达电当然要大涨啊 你知道我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就是对于未来的预期 他能够比预期更好 或者是对于2015年的展望度比2014年更好 这个对于股票来讲 他就是转机 从亏转盈就是一个转机 同样的道理 他用在陈宏也是一样 陈宏不是也这样子吗 陈宏在 陈宏如果我们记得没有错的话 他应该是在2013年第四季 2013年第四季跟2014年的第三季 两度发生亏损 但是这家公司有意思啊 他前年2013年后率还有21块9毛钱 再往前推的话 他随便赚啊 都赚30 40块 40 50块的EPS 都赚4个股本 5个股本 比比皆是 他这家公司并不是 并不是很久 你看哦 那从2013年的22块钱调到去年 去年第三季 还亏损 对不对 整个前三季获利只有六毛四 那丁叉棒他算一算 掐子一算的话 去年2014年最多探3块 去年 最多探3块 导致探3块 凭什么200多块 空他 对你空他没关系 你就放空他 重点不是这个东西 重点我已经跟各位讲过了 他是转机 重点是2015年 就是今年 陈宏TPK 他要获利10块钱 他不是 你要忘记 去年的事情 这是做股票 你要忘记去年他很贝 而不是 你要假说说今年他也很烂 你要放空他 你小心贝嘎 我可以跟你讲这个 这个道理 所以这个是一个股票 做股票观念上的一个问题 你看宏达链今天上来150块 陈宏今天整理对不对 那我说陈宏今天为什么会整理 我不是跟各位讲过了吗 陈宏从上个礼拜五 今天礼拜一 明天礼拜二连续三天 他的月线的扣底值 我已经算给各位看了嘛 今天扣底值是221块 明天礼拜二扣底值是228块 礼拜三扣底值是221块 从礼拜三开始 陈宏的月线日扣底往下即扣 所以陈宏会暴涨 那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宏达链会涨的原因 我们如果看到宏达链的一个日K线走势图 我解释给各位看 宏达链今天为什么会涨 宏达链的月线 趋势向上140块2毛3 对不对 宏达链的月线 从今天开始 今天礼拜一开始扣底这一根 这里是不是这一波的最高点的转折 上个礼拜五扣底这一根 今天扣底这一根 明天后天礼拜四礼拜五 下礼拜一二三四五 所以宏达链还会涨 那我们再请导播把它换到3673的TPK TPK也是一样 TPK今天扣底值是扣底这里 它是还在扣底比较高的高值 对不对 那接下来今天扣底值这一根 221.5 我讲过我上礼拜讲过了 所以宏达链为什么上个礼拜五不会涨 因为扣底这一根 今天为什么不会涨 因为扣底这一根 明天它也很难涨 除非明天有重大讯息 或是台北股市特别整个指数环境特别好 明天扣底这一根 那陈宏这一档股票什么时候开始涨 从这里开始涨 扣底这一根 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下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到月底到二月初 所以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压力区 当然不是 那我们在做一档股票在规划它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每一天都跑来跑去 不会 像一档股票从这一波底下184块 我建议要切入以后 到达目标点 我可以跟你讲 我不能讲目标价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 我的心理上的目标价就是 要这样的目标价 这样是多少 4块钱 如果4块没要讲 你自己想一想 我讲真的是什么意思 好不好 我们先把时间交给主播 那就把时间留给大家 先仔细思考一下啰 马上回来 奥迪A6 进化的走合 A6 S-LINE药镜板 急速升级 进化科技定义未来 魁违15年 格林文创将世界插画大师作品 齐聚台湾 唯一官方授权 插画界最高荣誉殿堂 来自十九国 380件国际获奖插画师 原画作展出 一同乘着插画家的想象列车 遨游在色彩奇想世界 预售票 哇 惊奇发售中 各大超商及售票系统 同步开卖 格林文创让艺术生活化 咳嗽 stop 止咳之王 咳王 不这懂 金氏世界纪录 气球达人 带你进入三十万颗气球的 创意乐园 气球人力险计特展 优惠门票 现正热卖中 总是感到疲劳 没想要再加油了 没想要再加油了 带来带腿就会累 雄亚酒超级会的顺劳 打好基础就会不会累 吃饭了 健康 活力 雄亚酒 金氏世界纪录 气球达人 带你进入三十万颗气球的 创意乐园 气球人力险计特展 优惠门票 现正热卖中 当我们迈克在一块 乐趣越沾就越赞 从早到晚 敬请享受麦克机快 欢迎回来 在今天成交量年又萎缩了 所以上场上还是轮涨轮动的架构 没有任何的改变 那丁潮可以告诉我们吗 这个老师帮我们看一下 这到底要怎么来抓准 现在的一个行情 好的 其实困难度不是很高 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当然就是财报之后 超级财报 但是我已经讲过了 对于指数的看法 我们不是死多头 也绝对不是死空头 丁潮讲股票 涨我就讲涨 就是大胆讲涨 以后如果跌的话 我天天讲跌 你到时候不要讨厌我就好了 所以我做股票是很现实的操作者 现在就是涨 涨我就是买 我不会有什么保守 不保守的观念 为什么要保守 我不晓得为什么要保守 所以 超级财报中 这个礼拜 特别重要 所以 这个礼拜是 刚好大力光 还有台积电 法售会 台积电跟大力光电法售会 你要特别注意 你不要以为说 我们要买台积光 大力光电就没有我的事 可你有大事 怎么没事 他们两只股票是一大 最大全值跟最大高价股 怎么会没事 会对台北股市会有影响的 也会影响到你的股票 所以在11月 不是11月 1月 1月15号 礼拜四 这个礼拜四嘛 下午的七点钟 超级财报 马白尾 台北厂 你要打电话 1月报名 所以我跟各位讲 我们作为党股票是这样做 例如说我做 陈宏 那我们做陈宏 不是做第一次 你看这一次来讲 我们12月31号 7年年底 丁超说 从229块半回测上升季线第二进场快点 对不对 法人甩轿赶快趁这个机会买进 对不对 这是12月31号 结果新春开红盘第一天 1月5号 我还是讲一次 这个礼拜开始 就从上个礼拜 1月5号开始 连续三个礼拜 季线周扣底 190块半 164.5 154 我讲的是陈宏的扣底值 好 那如果我们从 TDPK的一个周K线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到底会不会涨 我现在跟你各位讲 我讲的股票 股票会涨跟基本面 没有相关度 我说股票 最重要是 要有人钱给它 牵涂它才会去 不然基本面没效 不如一碗泡面 我给你讲面 你从从来看的话 他扣底值 这礼拜是扣底这一根 接下来扣底这一根 那你说要不要涨 上个礼拜已经放量 突破平台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高点的挑战问题 那如果我说 这一次184块190块以下 这个地方做多买进 目标价只有229.5 那干嘛做 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 也不过才两个停板 那做一支股票 他两个停板 你不觉得 不够有意义 我们做一档股票 我们怎么可能想要 赚它两个停板 从184块做到229.5 我们的目标 怎么可能眼光这么狭小呢 如果我没有更大的目标 我为什么要做这样股票 股票那么多 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股票 为什么我要天天讲 这是一个重点的问题吧 所以我说 以承宏来看的话 我们不是做第一趟啊 做title time 所以像这种股票 以季限的周扣底 下礼拜跟下下礼拜扣底值来看 你知道他的未来的目标价在哪里吗 我刚刚讲这样子 你也不要乱猜啦 也不是四块钱啦 也绝对不是四十块啦 如果用这样子比的话 你就知道的话 我订差钱这种啥 就是让你 不能讲嘛 因为讲了以后到时候 我会被罚钱怎么办 所以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你如果有空 就礼拜四 当大力光电跟这个 这个这个台积电法售会之后 我们来来来跟各位做说明 这个这个很重要 因为到2月13号之前 虽然只有一个多月时间里面 可是我跟各位讲 如果你好好的做你的股票 一个月时间啦 你的报酬率要三成五成啊 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啦 但是如果你的付报酬要三成五成 也不会太困难啦 你买错股票就有可能啦 是不是 你不要以为大盘没什么搞头 大盘好像都不会涨 大盘不会涨 我还能跟你讲 给大盘关你什么事啊 你一直每天都关心大盘 你要关心你手上那张股票 到底会不会涨 这是个重点嘛 好 刚陈宏 宏达电 讲完之后 我们讲到联发科 对 好联发科供应链 联发科有上个礼拜五 介绍很多次了嘛 那我怎么看完联发科 联发科法收费也快来了啊 联发科去年一估出来 绝对是超过三个股本 去年赚三个股本 你不要以为联发科三个股本不不厉害呢 联发科是从前年的 二十一块钱二十二块钱 拼到三十块EPS 今年度联发科 三十六块 到三十八块 我把它估出来 我拿去算过了 4G LTE 目前来讲 那一颗六七三五晶片准备要大出货了 六七三五二五晶片啊 要跟高通八九零九晶片 我已经介绍过好多次了 那搭配它供应链 你看 你看为什么说 最近那个感测 感测元件啊 感测sensor的啊 除了人家睡觉睡很久了 三二二七 你看突然间惊醒以后就往上冲 天天都往上涨 三二二七的原项嘛 联发科的供应链 搭配联发科出货的啊 那二四四九搭配联发科IC封册的 晶元电 从上个礼拜涨死以来以后 它也是高角度的一个养生 在那边做了一个量缩整理 难道涨幅已经结束了吗 好 那我上个礼拜我介绍一档股票 就搭配联发科 四G网卡 出货了 我刚已经讲过 联发科的四G LTE 的手机 晶片 去年是出货是三千万颗 四G的啊 其他是三G的嘛 三G是出货是二点七亿颗 那今年二零一五年联发科的四G LTE 它切入中国的中国联通中国的移动 那CTMA的两千的四G LTE 六十四位元 不管是四核心的 或是八核心出货要高达 今年要突破一亿颗 听清楚 今年要一亿 一亿颗 去年是三千万颗 四G LTE的 搭配联发科 做MCP出货的 多晶片记忆体模组 四G网卡 大家纷纷退出的LDP的DDR2 然后现在目前来讲 整个市场已经被台湾拿在手上 最出名的就是 预创啊 金豪科 这些做这个利器型的记忆体 那金豪科 这张股票 有意思哦 去年的前三季 你获利是三块一毛四 去年整年度会超过四块钱的股票 今年预估会到五块钱 股票价格躺在这边睡觉 这么久 竟然没有人注意到 但是丁超注意到了 我先跟你讲 你不要等它暴涨上来以后 你说哎呦 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 我有跟你讲 我在1月8号 啊这个 2015年1月8号 我已经跟各位讲 要开始买了 那这个地方就是什么 多少钱 我也跟各位讲 买的价位就是这个价钱 50块半 季线的 周扣底开始往下扣底低 整个趋势已经完成 整个基本面 OK 明显 没问题 技术面也没有问题 那我做 我讲股票是这样 我希望它还没涨之前就告诉你 我不希望它涨起来以后 再跟你讲说 啊什么股票在涨 我的朋友 要特别注意到 这一场说明会 要打电话来 一月报名 我们把时间交给主播 谢谢 谢谢丁超老师 为我们带来最及时的分析 后续我们会持续为大家 来追踪个别股的走势 明天同一时间 与你再会 拜拜